还有五分钟就开始了 反正也 大家在这等着也没什么事情做 跟大家聊回天吧 我刚刚才看到彭博社的新闻 说啊 就是现在 那个新能源这一个板块 除了特斯拉的老板 Elon Musk 接下来的一些 怎么说大企业的大老板们 大老板们基本都是来自我们中国的 比如说宁德时代的老板 然后小鹏汽车 理想 还有Neo这些新能源 还有清洁能源 或者说新能源汽车相关的这一领域 这一板块 其实我们国内发展的趋势还是挺不错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关注一下 我觉得今年跟明年应该会是这些电动车的一个大年 所以之前看到特斯拉已经涨上来了 他们说他们其实是提前上涨了很大量的 就是他们的P值是比较高的 就是我不太记得具体的数据了 好像是PE值大概1000多吧 1200多还是2000多 如果有亲属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 我还没有查这个具体的数字 但我印象中是一个比较高的值 就证明他们 怎么说呢 已经在一个风险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吧 但是如果疫情之后的世界一切正常 然后各方面的需求也都上来的话 他们还算是对得起这份估值的 当然现在股价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他们之后可能会拆股之类的一些形式 像之前苹果就有过几次拆股 然后让他们的股价比较去合理的区间 毕竟股价要在市面上流通 还是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比较妥当 然后今天 我也想 本来我今晚的主要的内容 就只是讲一下财务指标分析的 然后最近不是很多朋友都有关注吗 就是Warship Best散户大军 最近是各个媒体都在瞄着 他们在报道 然后我今晚也想蹭一蹭他们的热度 这帮人确实有点猛的 现在Reddit上面排名第二的一个话题 好像是热度排名第二的一个话题 还是第一不太清楚 就是反正是热度很高的一个话题 其实就跟Warship Best有关 它上面就说是有和GME和AMC相关的holding and buying 就是鼓舞大家去买入了 当然我在这边先给大家做个提醒啊 我是不建议大家碰着一些 怎么说呢 这些股票的 因为他们确实是基本面非常差的一些股票 它存在很大很大很大的投机性 进去就跟进了赌场一样的 有些人在这里面确实捞到了不少 也财务自由 这后面也是有学术上面的一个支撑的 我待会也是会详细的解释这中间的一个逻辑链条 到底最后这个事件是怎么发展成这样子的 但是先给大家做个风险提示 也给大家提个醒 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您不那么清楚 或者说你指着这件事情来发财的话 我是觉得不那么恰当吧 还是要多思考思考多考虑考虑一下 OK现在也快八点了 这样子我们今晚的内容呢 还是先讲这些硬货啊 讲一讲基本面分析 我上一回挖了一个坑 就是财务指标分析 这一节啊 这一次web呢 前面的内容会比较硬核 会比较干 就大家啊 我做的PPT呢 上面已经是准备好给大家截图的 待会一下子没有听太明白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先截下来 然后以后再慢慢评 OK现在八点钟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然后 首先啊按惯例免责声明 这个没有办法啊 这个是监管上面的要求 我们一定要做出这样子的声明的 我们给到的建议呢 都是一般性建议 并没有根据您个人的目标 财务状况或者需求 来给出适合您自己的一个投资组合吧 当然我们认为啊 就是投资还是要有合理的风险规划 以及比较好的一个 投资标的的一个分配 就不能说一头猛的就扎进去 我们还是要慎重考虑的 然后我以后也会涉及到的各种产品啊 或者数据啊都是来自公共信息 然后也不作为一个投资的建议 只是作为今晚分享的一个材料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呢 今晚啊 不好意思我还忘了做自我介绍 我是Eric 我是悉尼办公室这边的客户经理 就是如果您想要联系我们 我们总部在墨尔本 您可以拨打我们墨尔本的联系电话 也可以拨打 如果您在悉尼觉得在悉尼比较方便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们悉尼办事处 我们悉尼的办公室地址呢 是在420号George Street10楼 然后您来之前联系我们 我们下去接您就行了 因为现在这个大楼的安保比较严格一点 然后我们的官网是3w.goldmarkets.com 然后还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 在highlight一下 金融交易是有风险的 然后不是银行那种定期存款 可以提供稳定的回报 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而我们这里面的观点和内容呢 只能作为一般信息 不能作为金融产品的建议 然后我们的分析也没有考虑到 您个人的财务指标 您的财务目标 然后我们goldmarkets 最近也有一些客户 新来的客户也有问到说 我们goldmarkets的平台安不安全啊 怎么样的 goldmarkets已经在澳洲运行了20多年了 然后我们在全球也有 各地也都有办事处吧 然后有办公室 说办事处好像有点low 有办公室 有办公室 然后我们的牌照呢 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可以查我们的牌照 我们的牌照是 FSL254963 然后这是今晚的首要的两个主题 第一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核心财务指标的类别和作用 然后第二个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获取这些财务指标的一个方法 因为财务指标它本质上还是通过一些数学的运算运算计算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待会涉及到那些指标呢 不一定在市面上都可以通过免费的方式获得全部的内容 我尽量说给大家找到一个比较方便的途径获得这些指标 首先是四大财务指标里面 它其实是就财务指标主要有四个板块的内容 我首先来介绍第一个常债能力分析 然后债务这一方面呢 其实根据时间的长度 我们一般会做出长期常债能力和短期常债能力的这么一个区分 当我们在投入的时候 其实最先要先关注一个短期常债能力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这个在很大一定的程度上是涉及到这家公司的账户资金的安全的 如果它短期呢有大量的在需要偿还 然后它的现金又存在紧缺的话 那它只有两条路 一就是实在还不上破产 然后另外一条路呢 那就是融资 通过各种方式来融资 发股票也好 然后借债也好 这些方式呢 肯定都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拖累 拖累它以后的一个公司表现的 我是说如果是借债的话 如果是通过股票来融资的话 那我们就另说就要看在具体分析公司的一个发展的前景 这样子 然后这上面的这些公式呢 是帮助大家怎样子去计算的 呃就是我也不打算在这些地方 每一个公式都展开去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 大家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 当您觉得有必要去了解的时候 您到时候再去看看这样子 去计算一下 其实计算还是很简单的 只要在我上节课里面提到的那些财务报表里面 找到相关对应的子项目 然后把数据带进去一算就行了 然后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短期常债能力里面 有两个比较相近 但其实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这两个指标 一个是流动比率 然后另外一个是速动比率 速动比率相较于流动比率呢 就是把存货从你的流动资产里面给刨掉 流动资产有哪些 我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你有提到了 大家可以找我们的微信小助手要一下链接 可以回去再听一听 呃对于一些资产比较重的一些公司 如果刨掉他的存货之后 他的流动比率跟速动比率其实是会 呃会相差比较大的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一看这些公司是否有库存积压的一个问题 如果他库存大量积压 会不会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销售信号 就比如说他们的产品销售的不是很顺利啊 遇到了啊到底是市场上面上面的一个原因呢 还是遇到了一些非系统性的一个东西 呃比如说政策上面的问题 这些都是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所以对于这一类型的公司 大家就有必要多留点心眼这样子 然后长期常债能力呢 呃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公司长远的发展了 比如说呃苹果 苹果是近期刚刚发了一个 长达我记得债期好像是长达40年的一个公司债 然后他的那个公司债的回报率是比国债要高 好像百分0.75个点 那也没有超过两点吧 也没有超过2% 就是这是一个很低的一个借贷成本了 所以就说没有拖累苹果的一个 呃股价的一个走势 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很赚的嘛 因为很多朋友也知道呃 苹果最近 最近也公开信息说在准备未来要出新能源汽车 这样子肯定会需要大量的一个呃生产线的准备 需要大量的资金 然后去做到这方面marketing啊相关的这些支撑 所以他们现在能够以低成本介入大量的一个建金的话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们收了这笔钱之后 除了呃做未来的准备 他们好像也他们也呃就计划说要赎回部分在市面上流通的股票 这证明他们对自己的股票增长是很有信心的啊 现在现在先收回来以后再由得他增长 这样子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利的 所以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苹果的最近的一个动态 我个人是今年我会比较关注苹果的一个动向 因为他可以说是上一个时代的巨头啊 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巨头 我感觉最猛的没有之一 呃那他在下一个时代呢在5G时代 然后在 以后的新能源汽车时代他能不能找到新的接入口 新的一个市场的增长点能不能够继续延续他们的辉煌 我觉得今年明年对于他们来说会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两年是一个5G的去年是5G的元年嘛 今年今年跟明年是5G很多产品出来的一个很关键的年份 他们能不能抢得先机这个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未来的一个走向了 当然也不是绝对啊 但是会很重要 OK再讲回我们的正题 呃常在能力分析啊 这一方面就不展开细说了 大家可以把这个图结一下 然后第二个呢是营运能力分析 这个其实主要是涉及公司运转的一个效率问题 呃比如说他存货上面就有一些公司他涨期长嘛 他存货他要在库存里面积压很久 那对于他们来说 那库存就是很大的一个成本 所以一个公司他存货周转的速度和销货能力就能够很大程度上面的衡量呃公司企业生产经营中存货应运效率 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指标 因为他存货的周转 可是他涉及到公司一整个运营的流程 他并不是单一环节或者说单一部门就可以让整一个效率给他提升起来的 所以你看到公司的存货周转力上升那基本上是整个公司的他一个呃管理上面是有所提升的 还有就是一个涨期的问题 涨期的问题呢也涉及到现金他们现金流是否安全的一个问题 像之前我在做波音的股评的时候我就几乎没有太聊这一个事情 为什么呢像波音这种呃行业里面的巨头啊就占着垄断地位了 上下游一堆的这种公司 基本上他的溢价能力是非常强的 即使他的涨期比较长 那他也已经是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市场上面的优势了 至少他们在这一方面是不怎么会吃亏的 但是对于那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公司 呃或者或者说行业处境并不那么 嗯怎么说那么舒坦的公司吧 如果他的涨期就是他要还给供应商的钱 跟他下游买家的钱 如果两边对不上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个时间差上面的问题 这个久而久之很可能会涉及到公司的一个健康的运转 就算不能不太危及他健康的运转 这个涨期也会影响公司未来的一个发展 就是他钱收不出抽不回来 然后他回来之后他又要快速还款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没有太多的余力去投入到未来的生产生产中去 那他的以后未来公司股价的一个走势 也就比较难有一个很强劲的销售支撑吧 然后最下面这个就是一个综合的指标 就综合的评判了以上的两个数据放进来以后 就是综合计算的一个结果 然后第三个是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可能就是各位投资者比较关心的一个方面了 首先是主营业务的毛利率 毛利率这个其实大家也都清楚了 然后我在下面给每一个指标都做出了详细的一个解读 信号后面就是这个指标高或者低 就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当然是这些指标是就越符合他的理想状况是越好的了 大家就可以把这个也是结下来 当你需要深入去研究一家公司的时候 就有必要还是很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他的财务指标 而且这个事情还蛮一劳永逸的 就是你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了解之后 你对他这一个指标的一个数据 怎么说呢 就有多少有点底之后 你再去判断他同行业的其他竞争者 或者说判断这家公司他下一季度下一年 他未来的增长的可能性 然后他或者说他未来的一个财务表现 这都能给到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benchmark 可以给到你一个判断标准吧 OK 然后下一个呢 是发展能力分析 其实这些内容都比较干啊 我觉得我要是分开讲的话 大家可能就睡着了 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朋友是比较入门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对于这些概念都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我主要供给大家参考 然后是发展能力分析 发展能力首先是销售增长率啦 这家公司他未来能够走到一个怎样的一个程度 他的销售是不是有逐渐上涨 他未来市场的一个潜力有多大 这个其实很关键啊 像支撑afterpay能走到今天 走到这样一个价格 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他们销售增长率是在不断不断的升高的 我之前做afterpay的股评的时候 也是研究了一下他们的一个增长 我当时也是觉得afterpay的潜力非常不错 但是他们当时呢 面对了一些监管上面的压力 我一开始也怕说afterpay会不会像 P2P在中国的一样的状况 就给他定个性 然后就不让他有太大的一个风险敞口 然后就会把他的一个公司的运营状态给他压下来 就发现是我多虑了 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会给资本放行的 所以大家对于这一方面的考虑呢 有必要就都放进去 销售增长状况讲回刚刚afterpay的那个例子 他们之前就是澳洲本土 首先澳洲本土的市场是有限的 大家也都清楚就两三两千多万人口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 确实是远远不够看的 那afterpay为什么可以慢慢走到这样子的一个高价呢 是ZIP的好几倍的一个股价 就是因为他们在欧美市场 尤其是北美市场吧 他们的发展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之前在北美市场的一个setment就已经 怎么说呢 好像只花了小半年的时间 就赶上了好几年 afterpay在澳洲本土的一个运营 所以大家对于北美市场那边是比较乐观的 这也就支撑起了afterpay之前很强劲的一段增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资本积累率 这个对于大家观察一些成熟的公司的时候 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就是对于成熟的公司啊 我们当然不能持就是不能对他的期待 不仅仅是说他未来的增长了 他现在就需要给我们股东带来一定的收益 不然怎么能说他是成熟的公司呢 对吧 对于这一方面的公司 对于他的资本积累率 就可以是大家很好的一个参考标准了 就他每年有没有给 能够分到股东这一块 或者说属于所有者的这一块权益 那么有没有逐渐的提升 如果他的那个属于所有者权益 这一块提升的比较多呢 他除了就是说能够分给股东的 以后的一个收益会比较多之外 他公司本身留给明年发展的一个空间 也会更大 详细的内容 这个也是我上一回有提到的 这个跟那个资产负债表的组成有关 然后怎么快速 获取相关指标 这个可能大家比较期待的是这一个内容吧 大家都希望方便一点 其实方法真的很简单 打开您的Google 使用Yahoo Finance 其实就是获取这些指标的方式有很多 但是大部分都是收费的 因为这个还是要耗费一些 怎么说呢 耗费一些时间跟精力去计算出来 但是呢 Yahoo Finance应该是没有cover我刚刚讲到的所有的指标的 但是我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Yahoo Finance搜出来的这些指标应该关注哪些 OK首先是Yahoo Finance就不用讲了 现在这上面搜索您要关注的一个公司 我这边就拿afterpay来举例吧 首先搜索afterpay 然后出来的界面其实就是右边这一个 然后我也给大家放大了它下面出来的一个 这是一个overview的一个状况 就它这上面的这个图表K线大家在看盘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一个线了 这个就不太重要大家可以主要看一下它下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数据 这上面会给到它当天的开盘的一个价格 还有它前一天关盘的时候的一个价格 然后它目前市场上面的一些报价这样子 还有它当时的一个交易量 我知道有一些交易比较久的一些用户 他们就会非常的关注盘口 也就是它交易量的一个变化 那交易量的变化确实是怎么说能够引导出当下市场对这家公司 或者说股票的它一个判断吧 或者说大家经常会提到的什么庄家庄家杂盘之类的这种 也可以通过它的交易量能够能够看出来 然后右边是它的beta值 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beta值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术语 这个是这一家股票和市场的一个相关性 如果这个相关性强呢 就基本上就是以1为标准 就是如果某一家公司它beta值是1的话 那证明它跟那个市场几乎是同向变动的 市场下跌它就下跌 然后市场上涨它就上涨 然后如果这个beta值小于1呢 那基本上就是它的变动会更小 所以这是相关性的一个问题 我们最近我们的分析师也经常在跟我们的客户强调 当市场不再是单边行情的时候 我们有必要配置我们的资产组合 配置我们一整个完整的产品库 这样子呢才能够帮助大家有效的 就是最小化风险吧 然后从市场波动里面就是尽可能的保住 各位的一个收益这样子 然后当我们在考虑或者说衡量一个portfolio 它是否合适的时候 我们是会考虑到它的相关性的 然后这是股票本身的一个beta值 也是比较有用的一个参考标准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PE值和earning per share 对于就是没有挣钱的公司来说 它的PE值就是也不用讲了 它因为它不挣钱嘛 像大家看到这个是美股收益 它是一个负数 我最近在做那个晚间新闻的时候 都是会给我们的客户讲到 就是播报到我们关注的那些股票 或者说当天零涨零跌的股票的相关的PE值 还有它的earning per share这些数据我们都会给到 然后是下一个内容 我这边是 抱歉 抱歉 刚才给光学呛了一下 然后这边呢是一些具体的一些指标 因为afterpay它它在我截图这段时间 它还没有出新的报表 然后这些数据它是根据之前的它的财务报表来的 所以有一些数据呢 它因为还没有实现盈利之类的 所以有一些数据它是没有办法计算出来的 然后这个最左下角也是我上回跟大家提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数据 EBITDA就是吸税折旧钱的收入 这个这一方面的价格就这一方面的剩余能有多少呢 就是我们投资者需要有起关注的一方面 呃然后这上面这里是给了 呃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对比我这方框里面上下这两个数值啊 就可以看到呃这一支股票它本身的一个怎么说呢 它的回报率和市场的整体的回报率的一个对比 下面比如说标普500啊 当然这对比也是美股啊 没有因为呃雅虎它没有给我们做出 ASS200专门的一个Benchmark 呃这个是相对于美股的一个对比 也有一定的参考性吧 毕竟呃大家想要投资美股也是很容易的嘛 呃首先是这支股票本身它52周的一个呃价格的一个变动情况 然后下面这一个呢是标普500 也就是说我们给到的一个Benchmark 我们会关注的一个Benchmark的一个变动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大家在追讽Afterpay吗 因为它这一段时间是远超过市场平均的一个收益的 就说如果您在那时候进入市场同样是52周之前 呃您呃只关注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平均动向 跟相比于您关注了Afterpay 然后呃持有了Afterpay的话 给到的这个收益是相差很大的 然后呃接下来还会给到呃就是有涉及到一些详细的一个内容 呃首先是我刚刚我没有提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 呃比如说Profitability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呃企业的盈利能力相关的一个指标 呃像这个Profit Margin 我这边都有标注出来 这个其实就是利润率 就是讲到了企业核心业务产生回报率的一个百分比 然后下面这个Operating Margin呢是营业利润 呃营业利润就是说企业所有业务所产生的回报率的一个百分比 然后这下面这个是呃公司的一个运营效率 像ROA跟ROE很多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听说过这两个概念 呃ROA呢是资产回报率 就是他这些资产他配置了这么多资产公司啊不断的增长下去 他这些资产能不能带来回报呢 呃就通过这个利率能看到了 然后这个下面就是股权回报率 呃这个其实也是也不难想象的吧 因为他每股收益也是负的 其实这些数据互相都是关联的 但是他这个数据的大小呢就呃影响了大家对这家公司的一个判断吧 对他未来基本面的一个期待 然后这边呢是左上角 这个是cashflow statement的一个基本的状况 这个数据啊其实如果你紧紧就看这上面这个数据其实很干 你也不知道他是他到底意味着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呃所以呢你是需要说 将这个公司前后几年一两年甚至几个季度或者说数年的一个数据来做出对比的 只有有对比才能够啊怎么说呢才能看出这家公司的一个变化的一个程度 他到底是变好还是变坏 像之前波音他就是之前的回报一直都是证数 然后呃 因为19年的那个737max的事故所以呃导致他们的一个呃 所以导致他们公司是发生亏损的 这是过去20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这一个使得很多价值投资者决定 抛弃波音这一只股票 因为他们需要的啊 不是说一只股票大量的增长 他们需要的是这一只股票给他带来稳定的收入 股息啊之类分红这一种之前波音是一个很好的标的 但是那一次的打击让波音不行了 所以这一些大机构就会选择放掉他们 比如说养老金之类的 然后这个其实也呃就是在yahoo finance上面也可以看到 他基本的一个balance sheet 还有income statement cash flow statement这些基础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我上一回讲财报的时候讲到的三大报表 他这些核心的数据他在这上面也是有披露的 然后怎么做历史数据对比呢 也是刚刚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您搜索进去之后 这上面有一个bar就上面这蓝色的字体里面 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些数据是在statistic里面的 然后您可以通然后再点这个financial这里 啊就可以呃做到我刚刚提到的 然后对比他这几年的一个数据的变动 大家可以看出啊相比于19年他20年到年啊 这个是20年财年这时候他的那个 营收是翻倍的 所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状况啊 当然这些都是历史历史数据了啊 大家就是还是有必要去做找一些新的一些数据 才能够支撑啊近期的这个变动 然后怎么获取完整的财务报告呢 呃我原本也在想说这个有没有必要跟大家分享啊 但是我想了一下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勤快很硬核的一些投资者 会想要说完整的看公司的财报 首先是美股美股的话就会非常的方便 美股的话可以通过SEC这个网站上面搜索到呃 所有的上市公司在这上面都可以搜索到 首先进入SEC SEC的官网之后 在上面的这个搜索栏 然后搜索你的标的公司 然后就能够出来他的相关的这些announcement啊 还有他的财务报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他最左边这里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这些标识 我先我在这边就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 首先是如果一家公司他才刚刚IPO 那他就会有一个SE是招股书 这个是会详细的披露公司过去这几年就在他上市之前啊 他过去这几年的一个财务的一个状况 我记得我当年做过去电的研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一支股票啊 当年是呃 中国P2P的算是龙头了吧 当时他们的怎么说他们在招股书上面 其实是有披露到他们的风险的 也就是监管上面的风险 其实呢他们都有披露 但是没办法当时实在是太过顺风顺水了 刚才我印象中他们当时刚出来的股价最后的总值啊 呃应该是他们公司估值当时好像是80倍左右吧 好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 应该可能比80倍还要大 我实在不不记得具体的数字了 这个是我几年前看的我几年前做的一个research了 呃然后还有就是年报季报 年报的话他前面的代码是10k 然后如果是20f的话就是注册地不在美国的外国公司的年报 然后如果是季报的话就是10q 呃然后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重大事件 是8k啊然后同样是重大事件 但他注册地不在啊美国本地的呢 就是6k 然后还有就是持股报告 持股呃持股数量的一个披露 大家还是很有必要了解一家公司 他背后的股东的一个身份的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呃黑石啊 或者说先锋啊之类的这些大机构持有的这些 呃公司有哪些 呃你你不直接通过这些呃 这些大机构来进行投资 你通过追踪他们的一个产品组合 呃你也可以怎么说呢 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吧 学习一波 然后呃称一波他们的智慧成果 然后后股 后股就除了ass本身的一个官方网站之外 就没有太好的一个方式了 ass上面就可以查到这些公司本呃的一些 目前的一个状况 也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披露 这个就不详细说了 可能很多朋友都清楚 也是跟刚刚跟搜索 s 呃sec 是一样的 在这 呃打开ass 200里 呃不好意思说错 最近播报晚新闻提到太多ass200了 一讲到ass 就会忍不住把200给加上去 大家打开ass ass的这个官网之后 点着一个呃像放大镜一样的这个logo 然后就可以搜索 呃标的公司的一个状况 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啊 大家还是通过企业的官网来看信息 他这上面首先一个是他的即时性是最强的 不像呃像yahoo finance 他上面的即时性其实不是很强 他经常是数据他是会滞后的 这个也没有办法 大家应该也理解这这样的一个状况 像呃最近有也有朋友问过我的一个l i rl y n的一个状况 之前大概看了一下他们的一个呃 他们的一个财报吧大概浏览了一下 也没有很细的去看啊 那我不是说给大家建议 我觉得l i n呢以后还是啊 l y c呢以后还是有蛮大的一个空间的呃 因为稀土这一方面其他的国家应该会努力摆脱中国的一个制衡嘛 啊然后澳洲基本上是这一方面呃澳洲跟美国是除了中国之外就是有在做稀土的两个地方了 所以澳洲的l i c呢还是有些竞争力的大家可以从一个更长远的一个角度去观察这家公司 ok8点半呃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现在我们公司是希望把我们的webner稍微压缩一下不要讲的太久 像刚刚就很多这些硬货然后一时半会可能比较难消化 我们所以公司也不想说那我们讲太久 然后让大家听的比较疲惫 那我就最后就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一个事情好了 就是很热门的这一个what you bet就是散户大军 他们大家应该也知道他们之前炒的那是股票啊 gme被从几块钱的价格拉到13块吧还是多少的价格拉到了400块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价位非常的夸张啊 啊然后他这一整个流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这里面有四大主角 一个就是华尔街机构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做空机构 然后啊还有就是中间交易的一个券商 然后还有大股东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个男主角散户大军 这里面呃主角主要是两个啊 华尔街机构还有散户大军 这两个是绝对的主角 然后券商跟大股东呢因各种原因吧 或主动或被动的被卷了进来 然后也最后导致了这一个结果 啊我在这边给大家呃简单的聊一聊他这一个逻辑链条 一开始呢 gme大家也知道嘛 他本身的状况其实是不好的 呃gme他是一个在线下售游戏光盘的一个公司 你说在疫情的影响下面很多线下的实体本身就不好了 啊然后再加上现在有很多做线上销售游戏的这些公司 比如说steam啊epic这些都是非常大的这些平台 所以他的竞争力是下降的 然后他们甚至有就是接近破产的一个状况 然后华尔街机构呢就入场做空 然后做空的原理呃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清楚 我大概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吧 呃做空的原理呢就是介入股票 然后当下卖出收回这笔钱 然后到期的时候再买回这笔这些股票 这个他介入同等数量的股票买回来 然后再把这股票还回去 那如果他以10块钱买啊10块钱就是当下价格 他是10块 然后他以10块钱的价格买入 然后借来的股票直接10块钱卖出 那他这时候他手里的现金就是10块 假设说他到时候他价格那个股票的价格跌到了5块 那他就只需要花5块钱就能把这笔钱 就把那就能把这些股票再给买回来 然后再还给借他股票的机构啊 或者说银行啊或者说券商啊这样子 然后那他中间的10块钱5块就是他们的一个利润了 这个就是 因为 大家也知道就是 做空嘛 我刚刚我也提到了他做空是需要介入股票的 然后 所以这个涉及到一个金融市场上面的一个衍生品 叫做期权 呃等到他这个期期权他到期的时候啊 那他就必须要把股票给买回来再还给别人嘛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合约到期的时候 这些空投机构呢 他是要买入股票的 然后买入股票会导致股价上升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死穴 我待会再跟大家再讲回这一段 我先从基础的讲起 不好意思我可能呃讲的有点快啊 啊我再讲回呃散户大军这边吧 呃散户大军呢 他们其实他们的立场啊 当然就是想要买入这一家公司的股票 然后长期持有等着他升值嘛 即使他们他们是在炒一个没有价值的一个标的了 然后其实他们的利益跟大股东是一样的 大股东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持有这只股票 然后长期持有 然后让他上涨 所以他们的对于这个这只股票的期待啊 都是上涨 然后这里面呢 有一个第三方 啊比较惨 其实啊股票的上涨跟下跌 这些跟他是没有直接没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呢 因为券商就是在市场里面撮合这个交易的 所以他们也被卷进了这一个事件里面 然后回到我们刚刚我刚提到的这个逻辑链条 首先是啊这些散户大军他们不仅是啊 他们首先是直接买入以市场的价格买入这些股票了 然后他们买入自然就也就把这个股价给撑起来了嘛 但他们直接买入无论怎么做 其实都没有办法把华尔街这些机 这些机构给怎么说呢 把他们的资金给消耗殆尽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这些华尔街巨头顶多他也就啊亏这一段时间的钱了 以后买回来之后 因为大家知道GME他的基本面是很差的嘛 他迟早是要掉下来的 那他也就他顶多就持有这个股票 然后以后再就是在做空嘛 然后再把它给卖出去嘛 或者说在高点卖出去之前套现嘛 就是有各种方法可以操作 所以光是股票大群直接买入推动这个股价上涨呢 呃是很难做到说让GME冲到这样的一个价格的 那除了他们直接买入之外呢 他们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也就是跟做空机构相反的 他们买了看涨期权 这些散户大群他们买了这这个公司 呃以后看涨的一个期权 然后同时在把这个 呃股价在向上推 然后他们不断买入看涨期权的同时呢 呃就因为这个交易量非常大 他们不断的在下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个看涨期权 导致市场上面没有他的对手单 也就是说没有呃就是怎么说呢 他的定单没有办法匹配 就不断的不断的给他在他的买单 然后没有卖单 然后对于券商来说呢 他为了撮合这个交易啊 他就会有一些券商他会选择 先把他的买单给接下来 然后之后自己再慢慢找接盘下 再把这一方面再把这个订单再给分出去 然后这些券商呢 也就不知不觉的拥有了很多的这个 gme股票的一个看涨期权 那对于券商来说呢 我刚才有提到嘛 券商他是不会说从这个股票的上涨 跟下跌中去获益的 他是从呃大家的交易中去赚取这个手续费的 所以他为了对冲风险就是指的好 只好就说买进他正价的一个股票 来对冲他手头的这些看涨 呃 然后 这又从另外一个方向把这个股价又再往上推了一段 然后他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看到 呃 首先是散户大军大家以限价买进的这个股票 推动了一波股价 然后他的看涨期权 然后 push 呃 券商买入正价股票来对冲他手头的头寸 然后这样子又再推动了股价上涨 这已经两股势力导致了 然后 还有就是这些 啊 Wallstreetbets这个大军呢 他这些散户大军呢 他们提的口号是他买入之后就不卖出 那这些做空机构他们的期权到期的时候 他们就不得不在市场上面以高价再将市场上面流动这些股票给买回来 然后这又将那个股价又再往上推了一段 但是其实呢 这些华尔街机构跟这些大股东之间一般来说是有联系的 他们可以想办法从大股东手里要来一些股票 或者说买来一些股票借来一些股票 他能够把这个事情给平住 至少是不会让展务大军给冲击成这样子 他们损失不会这么大 但是为什么大股东在这里面 啊我一个斜斜的箭头放在旁边呢 像一个局外人一样 就是因为大股东啊 他们的交易是受限的 他们不可以将手头的股票任意的卖出去 所以是这样子这样子就导致了几个市场上面的因素 共同作用下导致了股价上涨 券商在为了对冲风险 然后补充头寸 然后push高了这一个股价 然后就散户大军他们本身买入 然后他的看涨期权 共同推高了一个股价 然后华尔街机构自己的合约到期 然后不得不买回买回股票 然后也推高了股价 所以就导致这些东西共同把这个事情给推了上去 他的一个逻辑链条呢就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事情很复杂啊 我相信我讲完之后可能很多用户都还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回事 呃所以呢我就不建议大家参与这个游戏 因为他这个游戏本身他呃怎么说呢 他涉及到的决力方非常多 然后他这里面他的因素一旦呃任何一个因素 他怎么说在这个市场里面没有发挥到充分的作用的话 呃他的股价也不能冲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那很多散户到最后还是被华尔街收割 而且在这些散户里面啊 其实也是混入了很多大机构的资金的 这他们就混在人群里面一起啊 呐喊入围然后大家一起冲 然后这这些机构 呃就怎么说呢 在高点在套现 大家也看到GM一下股票是一落前章又在弹回来的 像然后最近wallstreetbets他们也提到了几个标的 比如说白银白银就冲到了2930 然后就再也上不去了 然后还有就是amc amc呃怎么说呢 反正头几天他是上了一波 但是相对于gme他就弱很多 所以这些散户大军自己喊的口号啊 是真的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来推高这个股价的 所以他必然是多方的一个决力最后 或者说被呃有实力的人有智慧的人在操纵 或者说呃push之后才导致的这一个结果 所以在大家不清楚背后的所有事情的情况下 真的不建议大家参与这一场这场赌博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 按照我们的风险偏好 按照我们的一个承受能力 承受我们应该承受的 证取我们应该证取的这一块收入 然后今晚的webner webner呢也讲了很久了 差不多有45分钟了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也听的比较疲惫了 那我们今晚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一次 我今晚就先不给预告了吧 我们还不确定下一次我会讲什么样的内容 大家其实可以给我留留言 大家是希望说听一听 近期的一个热点的事件 然后我给大家剖析他背后的一个 呃经济原理 或者说他相关的一个 呃怎么说各种因素吧 各方角力的一个因素 还是说希望听一个一个的一个知识点还是怎么样 大家可以为我留言 我会参考大家的意见 呃今我个人的语速其实确实是有点快啊 我会慢慢调整的 就也谢谢大家今晚的参与 我们下期再见 我看起来 看起来 看看 hit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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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